Good morning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歡迎來到今天的vlog 哇 又是我最喜歡的vlog時間 今天呢是一個很平凡但是又很特別的日子 那平凡是因為它就是很平凡 我的每一天都很平凡 那為什麼會特別呢 是因為我終於要回香港了 大家一二三喜歡我好不好 一二三 所以我今天趁著是假日我要來收行李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現在這個非常時期 我想要做好萬全的準備再回去這樣 但在開始之前我想要先給大家看一個 我個人還蠻驕傲的一個畫面 等我一下 登登 你看看你看看各位 這個畫面是不是看起來很賞心悅目呢 我剛剛稍微整理一下 這個是我最近先試用 我等一下影片會再介紹 是這個資深堂的精華小紅瓶 還有他們的蛋斑精華 然後這個呢 是我最近新買的Dior香水 好 我只要給你看一下 這邊很難得會有這麼整齊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必須要記錄一下 椅子紀念 但在開始正式的收行李之前 我要先去購物一下 因為有些東西還沒有補齊 所以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準備一起出發吧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衣服 這個大家應該都有點愛 等一下 就是我在某個香港的VLOG裡面 有給你們拍到四川的畫面 為什麼我覺得看起來 自己很像一支縫色器了啦 有沒有這樣子的感覺 嘿 好 Let's go 好 Let's go 因為是要一場四川 我就戴上我的相機了 戴個勾戴 玩的 把給大家看一下我剛剛買了什麼東西 首先呢 是兩包湯寶的玉米濃湯 其實我覺得這個香港應該是有的啦 不過我剛剛路過的時候看到它兩個有在特價 然後我覺得這個算是一個人住的時候很好運用的 例如說它上面有寫你可以做青紙凍啊 或者是想像中單純煮湯也好 或是你就煮這個水餃 然後煮這個湯丟進去變玉米湯叫 是不是很方便 然後另外這個呢 其實我覺得應該也是香港有的東西啦 是這個熊寶貝的衣物香氛袋 至於為什麼要買兩盒呢 因為兩盒特價 為了為未來我的家庭主婦生活 就是更加的順利 所以你知道現在就開始學習一些貪小便宜的部分 再來這個呢 是我每次回台灣我都會準備的 就是這種沖泡式的飲品 在香港的超市裡面 的確會有像這樣子沖泡式的飲料包 但是第一它種類不多 然後第二價格其實蠻貴的 所以我通常都會準備一些我自己品嘗常喝的 像是這個桂格的麥片 是我從小學就開始喝了吧 對我很喜歡這個口味 所以準備了一盒應該夠了 好大概是這樣子 我現在準備要來收我的保養品 因為我香港裡面其實還有一些保養品 所以我這次不會就是把整套都帶回去 我只會帶一些最近比較常用的重點保養品這樣 那接下來呢就到今天這支VLOG的主角 你以為主角是我嗎 No No No就錯了 我只是一個小螺絲而已 今天主角呢就是這個 資深堂的紅顏激活露恩 另外還有這個激透光亮白淡斑精華 這個呢就是俗稱的小紅瓶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都知道了 那講到我跟資深堂的關係呢 就是要回到 哇好久遠以前喔 我必須要帶大家去一個地方 來 這個就是我要帶大家來的地方 嗯這個是哪裡 欸這不是這不僅僅只是一間廁所 這裡呢是我媽的梳妝台 我媽就是嫌我們就是霸占了另外一邊的廁所 所以這邊是她的獨享空間 給大家看一下這邊的保養品 資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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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什麼資深堂 然後這個是我媽買給我們三姊妹第一套的保養品 全部都是資深堂的 其實我之前對保養品也沒有什麼概念 所以就是我媽買什麼我就用什麼 既然講到我媽了 我覺得就請她來一下好了 媽咪 這裡嗎 好就在這 對啊 我媽超認真 我們剛才把那個保養品給整理好 拿過來這裡 這個是我的媽咪跟大家打招呼 嗨 嗨 那請問你用資深堂用幾年了 嗯應該從我國中開始吧 你國中那是幾年之前 民國60年 從那以後我就沒有再換過任何品牌 我就覺得很好啊 然後 每天覺得自己其實 其實保養的還不錯這樣子 然後 62歲了 我媽真的很誇張 你看 有多誇張 這個 要被品啊 不能缺貨啊 因為大家對於資深堂的印象 可能就是屬於比較適合成熟肌 但是其實他們有很多適合 比較年輕一點肌膚 像她最近推出了這個小紅瓶 今天想讓她就是第一個 先嘗試一下這個小紅瓶的感覺 這是什麼東西 他們的小紅瓶 算是紅牌商品吧 好 感覺很滿臭的欸 而且我很喜歡她的味道 保養品的味道 你淡淡的火香是不是 對 我剛才還聞我自己的手 我手上沒東西 不要用太多啦 你看那一點點就可以推得很 你看 你看 我覺得有差別嗎 你看滋潤度還不錯 你看 你看這邊是沒有的 然後這邊是有的 有耶 有差 對 它不會覺得也會油膩的感覺 沒有 喔媽媽你很會形容欸 我可以把我的東西 可以 謝謝媽媽的出眼 謝謝 但是沒有出眼費 I love you 一頓半就行了 資深堂這個小紅瓶 它其實背後已經有25年的研發經驗 那這個技術 它可以幫助你原生的肌膚 增強它的防禦力跟修護力 所以它會從內而外 讓肌膚看起來更透亮 那我現在不免俗的也直接上臉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差別 我現在是完全的素顏 看得出來嗎 給大家看一下before 我的臉大概是這樣子 我有昨天去朋友家玩桌遊 玩到快兩點多才回家 所以我今天也是一個熬夜的狀態 所以皮膚看起來是蠻乾的 其實一個pump就已經很足夠了 它是比較水一點的 那我先直接上臉 如果你平常有習慣用一些功能型 精華液或者是乳霜乳液等等保養品 那這個也可以當作前導精華 幫助你接下來的保養吸收更快更好 before after 其實我覺得我這樣光是上過一層 我的左右兩邊就已經有一點差別了 上上去大概才30秒吧 它就已經完全的吸收了 然後 喔那個味道 如果你怕保養品的香味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它的香味是很subtle 然後很讓人舒服的一種味道 那我之前前面那一罐淡斑精華 剛好用完了 然後收到這個 我就開始試用這一罐 那我自己是 來 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比較像乳霜的感覺 小紅瓶可以當作前導精華 那後面再搭上像這樣子的淡斑精華 可以加強它的效果 那這個淡斑精華 它也加了資生糖的一些專利的技術 所以它一滴裡面就有五種功效 然後主打七天之內就可以快速的 有亮白的效果 那今天的影片也會有抽獎 你們可以留言在下面跟我說 你最想試試這個小紅瓶的哪一個功效 那記得要留下你的IG的帳號 然後如果我抽中你的話 我會到你的IG小盒子去inbox你 然後我也會公布 得獎人在我的IG限動 所以大家記得去follow 簡單的道理是吧 嗯 所以我這次主要會帶過去的護膚品 其實就是這兩個 因為我其他那邊都有了 我現在開始抽其他的化妝品 我其實很難打算我今天就這樣素顏 你們會介意嗎 就是我今天完全素顏這件事情 算了啦 現在我 我這次回去呢 因為要帶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我會帶兩個行李箱 我跟我爸媽說我要回去之後 他們就開始有幫我找一些 就是多的物資啊什麼的 就希望說我回香港可以至少 撐個兩個月到三個月這樣子 我媽真的很感人 就是她跟她的朋友說 如果有多的口罩啊 看可不可以先給我們 然後她之後 在每個禮拜去排隊完 就是一樣分期付款的還給人家 然後我聽了就覺得說 我 我自己為什麼要跟她吵架呢 這個是我自己去PC Home上面買的搓手藝 聽說那邊的紙巾有缺 所以我先從家裡抓了四包 這個是我媽媽朋友家有多的 所以她就先給我一盒 然後有一些隨身的紙巾 這個就是我上去日本的時候 好容易買到的 不過她不是要用的 她純粹是擋一些飛沫啊 或者是花粉的 這樣子燈光好多了 然後 應該要先裝哪一箱呢 先裝 衣服好了 這些物資是不是應該要分裝在兩個行李箱 就是一方如果有一個不見的話 我應該要這樣做 對我這樣做 這裡有一袋的口罩 先放進來 衛生紙 這是過敏優的衛生紙 好 來給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我這次的行李 我這次呢 帶了兩個大行李箱 然後這邊呢 散開 哇充滿著很多的衛生紙 對 這邊主要就是我這次要帶去的衣服 還有一些衛生紙 還有這個噴頭的酒精 然後這邊是口罩 然後翻過來這邊 就是有一些我要帶去的包包 所以這邊有兩個 然後這個是兩雙鞋 還有一些衛生紙 我可能還會再多帶一點衛生紙出去 然後第二個行李箱呢 大概這樣 這樣子 現在看起來好像蠻空的 因為我之後可能還會再補一些 大大小小的東西進去 像是充電器啊 或什麼的 然後這邊有一件我的外套 還有我的化妝跟保養品 當然也包含了這次的小紅瓶 這邊是我常常在PC Home上面買的 在香港叫做搓手液 然後台灣叫做乾洗手 但基本上就是酒精啦 就是你隨時可以消毒手上的細菌啊等等 然後這個就是75%的酒精 這個是我剛剛在全聯買的 吃的用的 然後這邊是內衣褲 然後這個是我媽媽朋友贊助的 醫用口罩 非常的感謝他 我這次呢帶了兩包的千拌麵去 因為實在是太好吃了 我覺得一根柱嘛 你這樣光吃一包就可以保超久的 然後衛生紙 酒精黏片 然後防飛沫的口罩就是 背著以防萬一 好 那我這樣子的話 行李大概就完成了70%左右 我可能還會再準備一些夏天的衣服帶回去 因為 我在猜我可能會在香港至少待 大概兩到三個月 那到時候可能就六月了嘛 那我這次在二月的時候 跟家裡 算是也不算吵架 但就是我 我們相處之間有點緊張 那時候我收到大部分觀眾的feedback 跟我朋友的feedback 都是說 如果你能夠待在台灣 就先不要回去 因為香港那個時候就是物資很缺乏 買不到口罩 買不到搓手衣 就是這樣子的狀況 那個時候因為中港澳 被列為二級的旅遊警戒吧 然後我媽就會覺得說 鬥已經是二級警戒了 那一定有她的理由 那如果你到時候出了什麼事情 如果要回來台灣 是不是又 返回來 又給台灣的人民造成一些困擾這樣 那其實這些道理我都懂 然後 我知道我爸媽的出發點都是為了我好 你說不怕 其實我也怕 因為這種東西是看不到的敵人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就是跟家裡的關係 有一點點的緊張 所以我那時候蠻不開心的 雖然那時候很不開心 但是不得不說 父母講的還是有她的道理這樣 所以 對 所以就一直拖到三月 那我覺得三月的時候其實狀況 尤其是香港狀況 開始慢慢的 我覺得有趨緩 然後我就覺得 現在的狀況 是 我可以比較放心 然後也可以說服我爸媽讓我回去 這樣 對 那你如果問我說 就是你都已經這麼大了 幹嘛還一定要聽家裡人的臉色 怎麼說 就是會覺得不想要讓父母這麼擔心 就是講歸講 就是生氣歸生氣 但你還是不想要讓父母好像 就是擔心那麼多啊 畢竟他們年紀也開始比較大啊 什麼的 前兩天我終於是 下定決心 然後跟家裡講好了 我就準備要回去 這樣 就很謝謝這次先提供他們 多餘的物資給我的 就是叔叔阿姨們 還有我的 表姊們 我會好好保護自己 好好照顧自己 那 就是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好啦 今天的VLOG呢 其實就想說紀錄一下 我這次要回去 準備行李 以及表達我要回香港的喜悅之情 這樣子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像我剛說的 非常謝謝自身堂 願意跟我合作 因為他真的是 我人生中第一組保養品的品牌 所以 非常的感謝他們 那這次呢 也不免輸掉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他們最近推出的活動 那如果有還沒有用過小紅瓶的朋友 大家可以去靠櫃體驗一下 保養品這種東西 尤其是比較專櫃的保養品 其實你能夠先嘗試過在臉上 先確保你的肌膚是可以接受這個保養品 然後覺得 用起來是舒服的 再買整罐的會比較保險一點 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4月 但是5月就是母親節了嘛 所以母親節的話 每個百貨公司 都會有不同的優惠組合 所以大家可以上官網去 然後看看有哪一個是比較適合你的 這樣子 最後呢如果你不想要去百貨公司 人即人的話 其實自身堂的官網也開始 可以買到這些產品 所以就是給大家多一個購物的選擇 這樣子 今天呢是唯一一次完全素顏 好啦我有擦口紅 但是基本上是完全素顏入境一整個VLOG 希望大家可以見諒 但是這就是最真實的我 那大概是這樣子 希望回香港一切順利 然後很期待可以在香港 拍更多的影片給大家看 然後可以記錄多一點在香港的生活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我告訴我 我告訴我的兄弟 我告訴我 我告訴我 我們只能做得到 錢 我告訴我 我告訴我 他會被打字幕 我記得 我記得 他被打字幕 我告訴我 他媽的 我告訴我